种油茶 建大棚 养鱼养虾 致富忙 做电商 办农场 新房 新车 新气象 地道的光山年味都有哪些 传统的司马光家宴又有何讲究 从一穷二白到新兴向荣 感受致富路上的家乡年味 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消费主张 消费主张由五粮业特约播出 消费主张由无限级赞助播出 养生故本 健康人生无限级 今天我们的家乡的年味 我们要带您去河南光山去感受一下 光山 北陵 淮河 南伊大别山 被称为是玉南 玉米之乡 光山文书乡的东岳村 曾经是这里的贫困村 2019年9月17号 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南省光山县 考察调研当地脱贫攻坚 工作成效 并看望慰问了老区群众 如今的东岳村已经脱贫摘了 生活大变样了 那么冬月村是怎么过上好日子的呢 临近春节当地的乡亲们都在忙活些什么呢 光山有什么不一样的年味呢 跟着我们记者去看看吧 河南省光山县北陵淮河南伊大别山 地处湖北安徽河南三省交界地带 这里是全国粮油基地著名的茶叶之乡 也是青虾和麻鸭的原产地 享有玉南玉米之乡的美誉 2019年5月9日 光山县全县106个贫困村全部实现了脱贫摘贸 冬月村就是这106个贫困村中的一个 杨长泰是冬月村的 现在是村里家庭农场的负责人 一到春节前 家庭农场把打瓷巴的好手都集中在了一起 专业打瓷巴 这光山瓷巴可是有不小的名气 在当地是捡俏的年货 家家户户都喜欢吃瓷巴 没家没户的 家里面哪里可以 都离不开我们本地的光山瓷巴 全国很多地方过年都会吃瓷巴 光山的瓷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光山打瓷巴用的糯米饭 是用木增子隔水蒸出来的 粒粒饱满 软硬和适 只有这样的糯米饭 才能打出筋道的瓷巴 整阵里面 它没有这个隔组的那种 如果要是那个隔组的话 电饭板闷的话 那年里一大幅度 大瓷巴一半的都要说 这个我们光山进去 那就是爱光山 加油感 奔小看 四个人围着上百年的老实旧 拿着木棍轮番上阵 看起来非常有仪式感 这光山的大瓷巴有什么门道呢 原来这四个人手里拿的木棍 有个专业名称叫瓷巴拐子 先用瓷巴拐子边转边哄 直到把糯米饭拧成一团 能够轻松地高高举起 这时候才完成了打瓷巴的前奏 接着二十多件的大木锤上场了 真正的打瓷巴开始了 大力士们轮流轮垂打瓷巴 旁边还有一个人拿着白布配合着 目的是让木锤和糯米饭隔开 这样打起来效率更高 倒好了 倒好了 里面要给它盏着盏着 把瓷巴弄了 有两个人开始揍 给它揍出来 其实这有点像货面的时候 要求的就是手不粘盆不粘 我们这也是棍子光 车子光 紧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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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成三块 一块一块 切完了呢 抽成坑 抽成坑 然后再把墙块过去撒火 在光山 过年前不仅要打瓷巴 还要做腊肉 与湖南 四川等地的熏腊肉不同 光山腊肉是晒出来的 它一晒 它这个油全部都出来了 你知道吗 它就像五花肉 吃的时候它一点都不腻 吃的比较爽口 我们都喜欢吃 光山腊肉用的是玉南黑猪肉 用盐腌过之后 在太阳地里晒上一周就可以了 黑猪腊肉可是当地年夜饭里最热门的食材了 谈腾的最好吃的就是这个腊肉和瓷巴 瓷巴一煮就好吃 为了让更多的人认识光山美食 杨长泰还做起了直播 他说通过直播 可以把光山的瓷巴腊肉卖出去 这也变成了他们脱贫致富的好途径 腊肉销路好了 黑猪的需求量就大了 这样也让养猪的村民们有了信心 初篮的猪由家庭农场收购 养殖户养猪不再是自给自足 而是变成了致富金 我们称了一个六十多岁的老爷 他的吧 他一年的话卖猪卖就二十多万 就一个人就他一个 原来可能是无法想象 以前他就不敢喂 他卖不出息 但是现在的话 我们去年的话 他所有的猪肉 我们都给买过来了 除了瓷巴腊肉 还有油条挂面 光山咸麻鸭蛋 都成了年货直播的热销品 销量上来了 杨长泰还忙着上各家各户背货 这不他这会儿正忙着 去找做油条挂面的老师傅管胜基 春节之前 我背货在地要背一千千 你这只管走你的 小的问题 不是抽离了 好吧 再去多 这个春节之前 全部给你的笑 都给你点成像 杨长泰说 油条挂面之所以销量好 也是因为管师傅的老手艺好 而且现在干的人也不多了 那这油条挂面 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它就是能这个油条 油条嘛 就是盘条的时候 用油扫 原来油条挂面 就是用食用油盘面条 然后在木架上称成挂面 是全手工制作 年近七十的管师傅说 在过去油条挂面 是逢年过节 办喜事的时候 才能吃到的美食 现如今一年四季都能吃上 而且用的油 也是上了一个档次啊 在光山有一句谚语叫清水煮挂面 有盐在鲜 原来用什么油 原来用的是那个面积油 吃起来很香 做法也简单 清水煮面即可 招待客人是好吃又方便 所以油条挂面 在光山是过年期间必备的年货 管师傅说 原来之所以穷 主要是交通信息等各方面落后 有好东西也很难卖出去 没有挣钱的途径 如今通过各种扶贫政策 大环境好了 只要人勤劳 不愁日子过不好 除了做手工油条挂面 管师傅和老伴还养了土鸡 今天是养两千 从家养两千兔 两千兔呢 赚留了七八万块钱 因为老师傅呢 谁的包子吃 小蛋兔 鸡蛋的一只是长腾无臭的 今天养四千兔只 量是增加了 但管师傅还是担心着土鸡的销售 不过在扬长泰看来 这一切都不是问题 哎呀 不然跑了 你这个土鸡 你要跑我千不跟爸玩了 都没有问题 他这个锐售价格呢 买这个土鸡的人呢 是越来越多 为什么呢 人家都吃个线下 土鸡要吃线下 锐线下熬的汤越好 当天下单 现杀现花货 如今每天都会有快递 将东越村的土鸡 发往全国各地 年夜饭上吃上东越村的三羊土鸡 已经不是问题了 为各地的网友张罗光山的年货 看杨长泰每天开心忙碌的样子 谁又能想到 他曾经是贫困潦倒的困难户呢 当时这笔外债高达七八万元 在2012年可是比不小的数目 就是因为这 让杨长泰一家人的生活 陷入了困境 家里买单盐都要跟亲戚借 2014年杨长泰被评为贫困户 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 赶上了扶贫脱贫好政策 杨长泰成立了家庭农场 通过种植 养殖 电商等制服项目 不仅还了债还挣了钱 日子好了 心情好了 还越干越有劲 现在有这样的生活 这个好日子 我们做梦也没想到 虽话就笑 都是幸福的笑容 咱现在两场 秋秋实实 现在我们老百姓 赶上了这些鼓励 都是实实在在的 都是好日子 都是幸福的日子 2018年年底 光山县东岳村实现了整村脱贫 2020年年底 全村建档立卡的145户贫困户 598人 全部实现脱贫 在离东岳村 只有几公里的燕港村 同样是曾经的贫困村 2020年年底 燕港村建档立卡的 252户贫困户 1075人 全部脱贫 脱贫后的村民 在帮扶政策和油茶产业的带动下 如今的生活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最早就这个老实实书下的这一片 就是我们的脑房 就是三间茅草屋 所以村民都说 怎么让我们也给你弄几间屋起来 你好结婚成家 这样才能成几个家嘛 从茅草屋到砖网房 再到2020年刚盖好的小洋楼 从孙秀华家的房子就能看到 他们的日子的确变好了 想当初因为贫困 孙秀华不得不被警离乡外出大工 后来赶上扶贫好政策 乡里大力发展油茶产业 让孙秀华看到了希望 他回村租下了闲置的荒地 开始了致富之路 这下面是水道 上面我们种油 这个卖的油菜似的 再上面就是油茶 这上面我们就是 它是县泥坑嘛 我们都养虾 养虾它是水软比较丰富 所以我就养上虾苗 闷上这大棚子是虾苗 再上面我们就是糖 我们利用那个水糖 我们都养有鱼 如今孙秀华依靠自己的农场 不仅摆脱了贫困 还解决了近50位村民的就业 让他们每年都能多几千元的收入 生产油 水稻 莲子 小龙虾 鲜鱼 麻鸭等 上千亩的地理物产丰富 孙秀华说 现在过年想吃啥就有啥 以前的话 我们这一个村里打起来的鱼啊 一家就是分个一条两条的 脑袋分完以后啊 就挂着腌着留着 也得留着 大年那天吃 就挺有余嘛 现在就不一样了 我们就现抓现打 就吃新鲜的 天天就像过年一样嘛 豆腐嘛 就是大家都不同富裕嘛 都富起来 鱼呢就是年年有余 我们一年跟一年 年年都有富裕的 孙秀华家的年味 大多都是就地取材 稻田里的黄鳝 配上自家晒的黑猪腊肉 就是一道光山人 年夜饭里 必不可少的经典大菜 腊肉炖黄鳝 腊肉的这种脂肪腊味 它能把它的心味压着了 然后呢 它也得吸收它的油 就是腊肉里有的那种油嘛 它才吸收一点 它俩腹补 出来味道比较鲜嫩 代表着长长久久吧 腊肉也是软软流长 自家鱼塘散养的麻鸭 用着紧实 用山茶油爆香 再加水炖煮 最后搭配上糯米汤圆 鸭肉姓寒 糯米姓温 香濃的鸭汤和年华的汤圆 炖在一起 可谓是汤鲜味美 自然清香 这道最具光山特色的 年味美食之一 麻鸭炖汤圆就做好了 看完了冬月村和燕港村 接着记着又来到光山的帅蛙村 这里是全国文明村 在帅蛙村过年都有什么习俗呢 我们过年年饭是吃饭 抽一吃饺子 十五吃饭 十六吃饺子 帅蛙村的年味 融合了南北方的文化 既重视年夜饭 也重视大年初一要吃的饺子 而且这饺子馅儿 必须是黑猪肉 配新鲜的鸡菜 在嫩的天 它不怕等 它是鲤色的 又是血液的 它已经长出来了 只要有头的事 它才能生得出来 用新鲜的季菜煲饺子 取的就是季菜四季长青 欣欣向荣的寓意 猪肉不用剁成肉泥 只要切成细丁即可 为的就是要更好地保留 黑猪肉越有劲道的口感 帅蛙村有很多水塘水库 因此鱼是少不了的 在秋天家家户户都会腌上 一坛子鱼留着过年吃 当地汤里养的鱼 把它那腌放一次 撒一次腌 成人是水液液 下去 锐往下面锐 锐咽得很香 你们上面可以在锐 锐的时候锐放 在帅蛙村用咸鱼做菜 这最讲究的是用什么油呢 菜油 菜油吃的最好看 日本好吃 原本腌的鲜红的咸鱼 用菜籽油一煎 就变成金黄色 热着吃 凉着吃都不错 在帅瓜村 还有一种带着黏味的大众食材 那就是红薯粉 这是什么东西 粉图吗 粉图成这样出来的 就是红薯淀粉 对对 帅客刚从17岁开始 跟着爷爷和父亲 学习做红薯粉 到现在已经做了30多年 春节前 是红薯粉的销售忘记 也是帅客刚最忙的时候 那边得烧着一锅开水 相当于用开水给它冲熟了 看似普通的红薯粉 想要做好并不容易 即使做了30多年的帅客缸 对每一个环节也不敢有丝毫松懈 帅客刚做红薯粉完全采用传统的手工制作方法 用煮熟的红薯芡拌红薯淀粉 过程软硬合适的面团 水烧开火烧旺 用专业的工具将面团挤压入锅 瞬间烫熟 然后马上再捞进冷水中过凉 不到半个小时 第一批出锅的红薯粉上架了 虽然整个过程时间不长 但也是必须由十来个工人分工明确 配合默契 争分夺秒才能完成的 坚持手工做红薯粉虽然辛苦 但让帅蛙村的红薯粉赢得了好名声 总是供不应求 在光山的年味里 红薯粉最普遍的吃法 就是煮进各种炖肉里 越煮越有味 除了手工做的红薯粉 手工做的豆皮 也是当地年夜饭里 不可或缺的一种食材 这年夜饭里要用的豆皮 和普通的豆皮 还不太一样 我从身里面去调一下 它这个要盛开 全部盛开 你不能太薄 太薄了呢 它调力就破 然后酿 也不能酿得太干 酿太干了呢 它容易就碎掉了 也不能太湿 太湿它都容易粘在一起了 原来这种豆皮 是为一道叫卷尖的菜 特别定制的 做卷尖的豆皮 必须能展开 还不能太干 所以要提前预定 除了豆皮 在光山还有一种年味食材 也需要早做准备 那就是臭豆腐 这个是花效三天里 长的你看 长一掉半小绒毛 这个是花效十天里 它长得白白的毛 长不出来这种毛 它就炒出来 没有那种口感 光山臭豆腐的外形和气味 与浙江湖南的臭豆腐 完全不同 看上去更像是长了 白胡子的豆干卷 一卷一卷的 看上去非常可爱 在猪肉旁边 记得发现一个 长得像气球一样的东西 这也是能吃的吗 原来这是新鲜的猪尿泡 也就是猪旁光 吹骨晾干 开个口子 把黑猪肉放进去 再缝上晾晒 这样能让腊肉的风味保持得更好 炖猪尿泡 也是当地一道难得的美食 光山市北宋时期 著名政治家 史学家散文家 司马光的出生地 在当地还流传着司马光家宴 司马光家宴会根据 一年四季食材的不同变化菜质 卷尖和臭豆腐 都是其中的经典 在过年期间 司马光家宴 还有什么不同的年味呢 这是我们哄雪原子 哄熟做的 这是萝卜圆 鱼粉肉 这个放蒸笼里面 蒸出来之后 给它放出来 揉麻药 放油罐子里面 给它揉出来 用褐色豆皮做成的卷尖 到底是一道什么样的菜呢 转尖就是我们要串转 可以说 就是代表串一种人 让这个瘦肉 给它转成转尖 转成转尖之后 放油锅里面了 这茶油给它砸出来 砸出来之后 放蒸笼里面 给它震出来 臭豆腐会怎么吃呢 把臭豆腐切成片 搭配蒜苗 青椒 用茶油爆炒 就是一道闻起来臭 吃起来香的爆炒臭豆腐 另外家家户户 都有了一口卤罐子 也为光山的年味增色不少 这大概有十多年了吧 家家户户户都有 而且这是瑞卤瑞香 时间长了 瑞长瑞香 本地毛鸭 要先出个水了以后 才能下锅 毛鸭直接在里面去 以后搂一下 一锅煮了十几年的老卤 煮出来的麻鸭 咸香味浓 因为寓意的团团圆圆 所以年夜饭里的圆子 品种最多 蒸熟的红薯 揉成的红薯圆 用茶油炸香 外酥里嫩 最受小朋友的喜爱 萝卜搭配黑猪肉的圆子 既可油炸 也可滑水煮汤 汤清味鲜 老少结义 鲜香的鱼肉炸过之后 配上甜米酒 上锅蒸 淡淡的酒香 更能激发鱼肉的鲜味 也有一番滋味 我们消费主张 正在向全国观众和网友 发起征集 家乡的年味的视频和话题 你可以通过央视财经的新媒体 在各大社交平台上的账号 来分享传递 也可以在我们央视财经客户端上 找到家乡年味专题进行互动 好的 来看看这些网友发来的视频 傻煮饭 水在牢 昨天有啥都赖到 傻煮饭 真奇妙 令人坏到的味道 慢慢一做真方神 吃到最后都不神 邀请大家来吃肉 明天一起秋辣肉 一方水土 一方民情 一道美食 一缕牵挂 一成一味 一味一食 世界上最美的味道 莫过于家乡的味道 熟了你了 还没了 熟把辣好 熟了 熟了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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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不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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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话说红萝卜明明天做好香肠腊肉好过年 娃娃想吃肉老汉不得行 一手童谣就能换起大多数四汉肉香肠 以及回家过年的客气兴起 以前每道腊鱼四川家家户户都灌香肠 是腊肉等到孩子回家过年吃 当然我们家也不例外 现在生活好了年轻人都进城了 家里老人有土生死 做腊肉香肠的人也相对少了 但是人家骨子里头的香肠一辈子都改变不了 一到年尾就也是惨 所以子女和父母的方式也变成了 妈你今天做香肠了没有 做腊肉香肠的传统配料并不算糊 关键是辣椒花椒要调好 麻辣味的底才能彰显我们市场人的好 虽然香肠辣肉并不算稀 但并不是你随随地都能吃 一般过年过季 有亲朋好友传门 才适得煮两件香肠 煮头瘦肉吃 肥的一般挂在肠肉上 或者放到骨仓头卖起来 浓忙的时候吃 记忆中香肠煤的都是最受欢迎 最先吃完 所以每到冬天 不管是城里头还是农村 四川人的凉衣杆都是最值钱的 动不动就几千块一根 是不是有点意思 其实对于传统美食 追求的并不是所谓的高辣商 更多的是一份土食 一份熟悉的农家味道 人和传统的手艺都只得被欢喜 这也是我今天做辣肉香肠的主要原因 好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 一组消费权威发布 近期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 发布食品安全抽检情况的通告 成都河马先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九阶分公司销售的辣椒 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近期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 发布化妆品监督抽检质量公告 标示江苏美艾斯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的湿滑扣依然染发霜2.0 检出披件及标签未标志的染发剂 标签标志不合格 近期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 发布标称 菲尼迪国际时装有限公司生产的 羊毛衫不合格项目为 二绿甲烷可融性物质 好的 感谢收看今天的消费主张 更多精彩的内容 大家不要忘了 下载我们央视财经客户端 好 朋友们 再会 下载一天